打开铁窗探出头去 小朋友好奇 不小心坠落的新闻时有所闻 张婷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交到一个叫柔性结构的东西 它刚好就是跟铁窗的结构是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子插插 很多个插插这样连起来 然后可以伸缩的部分 我就马上想到说 刚好可以用在窗户的上 就是窗户上面要做一个像铁窗的东西 在窗户就会出现一个伸缩铁窗 就像这样 只要把窗户打开 锁在窗户上的铁窗就能关起来 防止意外 另一边它做了个安全锁 如果要逃生 打开安全锁 一样可以逃生 孩子从生活当中去发想 然后动脑思考 而且加上动手做 然后于是这样的一个 金牌的作品就产生了 固定式的铁窗阻碍逃生 完全没有防护 又担心坠落意外 张婷真的巧思 不影响窗户结构又实用 大学院判斥 张瑞平高雄报道 医药话题来关心 小胖威力症候群 肥胖身躯是一般人 对这个疾病的第一印象 而病痛无法承受之轻 还存在着脊椎侧弯的隐忧 台北慈基医院骨科团队 追踪小胖威力病人 七成患者会并发脊椎侧弯 医疗团队在韩国仍穿举办的第十二届 亚太脊椎以及小儿骨科联合学术会议中 发表了这一项研究 希望让一切有更多 关于小胖威力病人的骨骼病变和照顾参考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届